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Bridge的全局调色法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新的方法 叫做混合匹配 混合匹配 大家就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地方去理解这个事情 首先他用了我们常用的一个东西叫做图层混合 就是这个层混合模式 另外匹配 匹配的道理是什么意思 我们还说过 就是经常做合成 两个图片来源不一样 我们可能从这里边做一个抠像 然后合到另外新的背景上去 那么这两个光源不同的情况下 如何产生新的匹配 所以我们用一种混合匹配的方式 其实我可以把它的名字起得更绚点 或者是更酷一点的 我原来在想的一个名字叫做红外线 为什么是红外线混合方式呢 一会儿我给大家演示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到 我们用到了这个原理在里边 但是因为混合匹配更专业一点 其实我们不只是红外这种一种方式在使用 其他东西都可以去考虑到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的案例 那么我现在有这么三张图片 大约就是有这么几张场景 我也从调性中对它做了一个命名和区分 你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这个叫做冷色调 这个片子是一个随便找的 这个也是一个暖色调的这么一个片子 我们这儿有从模特从室内拍到的一张照片 我们要把这个人合到这种场景上去 我想先通过这两个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被验证到这个片子里边这种混合方式 那么最后呢 我是实际上想把它合在一张油画上去 那这样的话难度可能更大一点 那么前两个做演示 这个来做案例 就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片子是室内拍的光源 我们可以看到到是从这边过来的 我们就不用再考虑西多的情况在那边 那么抠像也不是我们这些课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张图片 就是已经带好通道给大家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冷的这张片子先调入进来 给大家讨论一下 看看效果是如何演示的 那我们把这张片子调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层直接拷贝过去 我们可以用最常用的方式 拷贝到冷色调这张照片里面去 那么这张片子色调基本上算是中性 那么到了这个里边 我们来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那多数情况下 这里有一条边 可能是做摸摸的时候 测得不太干净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画大一点 去除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先考虑一下这个调性的问题 当前情况来看这个调性 你会觉得还不错 因为你抠得比较干净 因为我们用了前面所说的这种画笔和通道的方式 而且可以做到这种很精细的 就包括咱们产文的这种调整边缘 所以我们很容易拿到 所以如果你轮廓很清楚的话 进到画面中 觉得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就像我们之前想到 这张片子是一个冷色光源 偏多一点的片子 它大量是偏蓝偏绿的 而这个是暖色光源是卖拍的 那么它放这里就极不适合 极不适合实际上我们多数情况做匹配 是用色彩平衡这项命令去做的 这个我们多次讲过 而且不是用这里的色彩平衡 是用图层中的色彩平衡去处理它 但是很多人不太容易把握的一点感觉 就是说当它去处理的时候 它总觉得这个色彩平衡处理的会有点过 或者用什么去做参照 因为它没有经过很好的色彩锻炼的话 就不太容易找到色彩平衡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主意蛮好玩的 大家想想你们平常看到什么东西最有意思 就是红外线 我们说热感 这是我经常翻 那么热感和红外线 尤其在电影中可以看到到 就能把周围的环境变成另外一种气氛 它就有点像是那种夜视仪力看到东西 那么在夜视仪力看到东西的情况下 暖色的东西就会被跳出来 冷色的东西就会跑到后边去 它会用温度来区分所有的物体在里边 我们就想用这样的方式 做一张夜视仪出来 来测试一下这个片子 什么地方冷或者什么地方暖 那么如果你觉得什么地方奇怪 去调什么地方就好很多 所以我们如果见识红外线的情况下 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层 这个参考层就叫做红色的参考层 我们把名字改一下 我们叫做红外线 那就直接起名叫红色 得了 然后我们把它填充成红色在里边 为什么要用红色 其实其他颜色也可以 但是红色比较醒目一点 但是尤其是我们在做这种 红外这种过渡的时候 太刺激了 一下就红色了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片子的 红外这种感觉做出来呢 我们都知道层和层之间 可以做图层的红核 我们有加色红核模式 检色红核模式 还有各种各样的叠加红核模式 那么这个都在我们之前讲的 高手之路2的时候 版本已经说过了 那么你现在在听我这个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盯这部分 容易被刺激 但是有几个东西 每一种属性我们都讲过 但是这部分的属性很有意思的 这色相饱和度颜色明度 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这些东西 跟人的视觉神经是非常挂钩的 我今天讲过这是HSB的模式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有意思的一点是 当明度被施加的时候 现在终于恢复正常 当明度被施加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在对亮度的色彩信息 就产生一个过滤 既然明度和亮度 这都属于一类色彩信息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色彩信息实际上是有温度的 色彩是有温度的 所以当这种明度和亮度 用红色层做混合的时候 实际上色向中间的这种温度 就会被体现出来 所以你很轻易的可以看得到 这个人的整体的这个色温 跟背景的色温实际上是有差别的 有那么点差别 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得到 其实我们这种色向混合 就这种涂层混合的这种匹配方式 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混合方式 去看到哪一个混合方式 比较特别或者比较奇怪 如果你在混合的状态中 发现你的前景和你的背景不协调 或者我们称之为不统一 有点奇怪 实际上你就要针对谁来调这种颜色 争取让奇怪的这种颜色 跟整个大调子要统一和融合 效果就会好很多 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就是shift键加和减这个键 那么当我按shift和加和减的时候 我们这个涂层混合模式里的这些模式选项 就会被一次做一个提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变成正常 溶解 变暗 正片叠底 颜色加深 那这种涂层混合法的方法 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去检 看哪一个模式里面 它很奇怪 但最常用的 我们先给大家讲 这还没有讲到那么深 比如说我们就会观察 饱和度会不会有问题 那这个饱和度就会觉得有点差异 这不是我们现在先说 我们先说红外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先来看明度 明度有点像红外的感觉 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颜色跟它是不太一样 那么就在这种参考状态之下 我们就可以为这个涂层 做色彩平衡 让它跟背景调整 那么毫无疑问 我们选择这个涂层里面 当然不能选择图像菜单 调整下的色彩 我们说一定要在这里面去做 色彩平衡的这种调节层 因为只有调节层 才可以随时更改 而且根据我们前面所学的知识 我们一定要调节层 只和模特这一层发生关联 要不然你一条颜色 背景也动了 那我们就不是在说做协调 就是大家都在动的 没有什么意义在里面 所以我们是先让前景的 这个模特跟背景要协调 那么我们需要按住 ALT键 然后让这两个图层 产生一个剪贴关系 这样的话 在色彩平衡上做的所有参数 只会施加在 这个图层上 没错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怎么来调色彩平衡 这些参数呢 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 既然背景是这个样子 我们想让这个前景的 这个模特跟背景的色调 协调一点的话 那你只需要 因为它是要接受 背景环境光的影响 所以你只需要调整 这些参数 那么中间调 你就去找中间调的感觉 阴影就找阴影部分的感觉 亮调就让亮调的感觉 然后去找 让它跟背景和谐就可以 怎么和谐 瞧 你把鼠标往这个中指上一动 然后你试着晃动一下 这个参数 你觉得往右好 还是往左好 其实道理非常明显 你就动它 你往右做 是不是更奇怪了 那就不对 那就往左 往左是不是会好一些 会好一些 那么我提醒大家 这个参数都会很微妙 不会发现到很大 这种参数表 不会的 一般不会的 所以参数都非常的微妙 所以我们觉得 第一个值 肯定是往右不好 往左会更协调一点 那我们就轻轻往左 动一下这种参数 不要一个参数 先把它做到一次到尾 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们再看第二个 这个是往右好 还是往左好 你会觉得 往右有点奇怪 那可以往左 好像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也不能够过大 所以那有可能是往左 稍微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么黄和蓝呢 谁会重要一点 再次一下 往右好 还是往左好 你好无疑问 往左就有问题了 一定是往右一点点 就跟背景有 稍微有一点点协调 OK 你看看 这样还好一点 那么这就是中间色调去调完了 我们再来看阴影部分 一样 往右好 还是往左好 那肯定是往这边稍微好一点点 轻轻移动 尽可能的 一定让主体的颜色 尽可能的向这些颜色和这些颜色靠近 所谓好与坏 就是跟它主色到是否靠近 那你可以 这边会过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就可以 协调一点 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不管是往左往右都不太舒服 那你去保持它不要动就可以了 那就是你往右也不好 往左也不好 那就不要动 那么是高光部分再来调一下 也是往右好还是往左好 肯定往右稍微好 左也好 往左边稍微好一点点 这也是一样 别太过 回来一点 如果当你发现变化太大 就往回来一点 这个也是一样 好 你瞧 现在再看起来 它身上的颜色跟背景的颜色 就不会说是那么的突兀 或者很奇怪 或者是差别很远 你会觉得它们的 就像是红外线一样 一照 它们是和谐的 就没有特别明显的 这种棉质源差别 当然皮肤肯定是热的 这是对的 但是环境色和光源色 包括它的这种影响 是已经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很简单 我们把红色这个层关掉 因为它只是一个参考层 关掉来看一下 这是调整之后的结果 我们调出来什么效果 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把调节色彩层 这个关掉 你就会看得到 这是之前的效果 这是我们调节之后的效果 你会发现 确实跟色彩的整个环节 大调 确实跟整个色彩的环节 大调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红外线探测的这种方式 来制造这种参照物 这是一个冷色调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案例 有没有普遍性 对不对 我经常说方法一定要解决 就是说 给你一个方法 把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到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方法 而不是说 只教你一步一步 该怎么去做 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我们来再找一个 暖色调的实验一下 那么既然这是冷色调的 可以解决掉 我们再试一下暖色调 暖色调这个片在这里 我们还是到这个图层里边 我们选择图层的复制 把它复制到暖色调图层里边 OK 好 一样 忘了这个地方有一点点 不太合适的地方 稍微擦一下就可以了 OK 好 那么现在我们到了暖色这个图层里边 这个调性 这个女主人吧 今天到了 她本来就是在一个暖光源下拍到的东西 本来就是在暖光源下拍到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如何保证 它跟现在这个暖色调也是匹配的 那我们就说它暖的不够 因为这个房间的可能更暖 它的颜色还比较中性一点 那么我们来验证一下 刚才那个方法在这个案例里边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那怎么办 我们再增加一个层 这个层是参考层 红外线层 我们把它叫做 红外线层看不到 增加一个红外线参考层 然后我们把这个 刚才调这个红颜色 按键给它填充进去 用红颜色填充进去 之后怎么办呢 还记得不记得 我们把它的图层红和模式 放到我们亮度的 这种明度的这种红和模式 让它产生我们所谓的这种红外效应 那你可以看得到 现在的这种红外效应 依然会产生背景 整个的那个暖度 要比前景这个主体 这个人上的暖度要高 要高 所以从环境的统一和协调 包括慢反射的 它身上的这种暖色光源来看 这个模特暖的不够 暖的不够 那么需要跟它协调 协调怎么办 回到这个图层里边 跟以前一样 选择我们所说的这个色彩平衡 一样按住ALT键 让它跟下一图层产生剪切关系 产生剪切关系 那么我相信你刚才已经有经验了 不妨你现在来测试一下 现在经验 怎么来调整呢 我们左右来晃动这个叉支 看是往左边正常 还是往右边会好 哪边好 我们就往哪边靠 是往这边吗 不是 是往这边走会舒服一点 所以往这边可以走一点 这还可以走多走一点 OK 下一个 往左走 还是往右走 可能都不太好 那我们就稍微把它听到中间一点点 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左边会好很多 右边肯定就差很多了 那左边也会再稍微走多一点 OK 这是中间色调 因为背景色彩差别很大 所以我们给它值稍微过了一点 没关系 再来看 一样 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两边都不太好 往中间稍微靠一点就可以了 两边 哪边好一点 稍微往中间靠一点点 就OK 两边哪边好 这边可能好 我好一点 我这边靠一点 再看高光部分 两边 这个好很多 往这边走一下 这个一样 稍微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个一样 OK 现在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这个色调 基本上现在看起来 这个人身上的这些感觉 这个人身上的这种感觉 就跟背景的色调 就非常的协调 真的如此吗 一样 怎么验证呢 先把这个红外层关掉 这是调整之后的效果 再来看 之前 这是之前的这种感觉 这是跟色调统一之后的感觉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的肤色现在不太正常了 不如之前的效果好了 但是它至少跟画面 整体的协调性 和搭调的匹配 已经造成这种感觉了 所以可能最后的一步 我们是对整体色调再去做追加 但是你的第一步 必须让整个场景来做协调 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混合模式 这种混合模式和匹配这种方法 所以我们简称叫做混合匹配法 红外线的这种用法 既然做了这两个 我们就稍微把难度加大一点 我们来看看 把这两个图层关掉之后 冷和暖都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我们能否 我们能否 放在一个插画里面 把它解决掉 插画 不是插画 油画 我们来看看 谁的油画 梵高 这就变成了一个从真实场景 像虚拟场景 这是一个油画 这种吻合这种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依然能够被沿用起来 首先这个片子稍微有一点点 因为从互联网上随便找的一张片子 我们稍微可能对它要裁切一下 让它至少不要露这些白的边在里面 OK 好 然后我们把这张片子跟以前一样 把它复制过来 好 好 现在我们把它缩放一下 因为要跟这个片子要匹配 大小要合适 那么还是同样的问题 我们不会去在这个里面 做其他的这些设定 我们只是想让这个片子 看起来好一些 所以它可能在比例上 或者在其他地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 不太协调的地方 我们就展起忍受一下 因为如果要再调整个片子的画布大小 可能就得花很多时间在里边了 好 我们暂时让它站在这个位置上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因为现在它放在这里面 肯定是跟这个画面是格格不入 是完全不协调的 有几个地方不协调 首先它站在它草前面 我们可能稍微让它往后退一退 其次 如果你们仔细关注一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个光影有很大的反差 如果这是一个房子 这是一个烟囱的话 你会看到光是从这边找过来 所以这边影子 所以这个影子是反向的 所以它脸上的影子 那么我们为了画面整体的协调性 不妨我们来水平翻转一下 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好一点 好 那这样的话就会看起来协调 光线是协调的 这是我们双击了一下 让这个画面适配一下 还是用这个放大镜让它在这个位置比较合适 能看得到 好 现在第一步是想需要让它退到草从后边 刚好这个反高画前面有一堆草 我们可以让这些草让它站在它后边 那会好一些 实际上这就是我一直都带着这种图层门板的这种道理 因为图层门板就是随时的可以去隐退或者是提出某些效果在里面 那我们现在也很好办 其实最方便的方式在它上面再加一个图层门板 为什么呢 让草皮翻上来不就可以了 就把这张遮起来就可以 但是如果在这上面去破坏的话 这个图层的这个底层会出现 所以你会觉得两个门板往上去加会有点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反映过来这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的第一个图层门板 是把它从原来的背景中抠向出来的 但是我需要第二个门板 让这个层底层的这些东西露出来 那这样的话 这也是再加就变成矢量的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用图层编组的方式来解决它 所以这就是我们图层组中特别好用的 我们用Ctrl G或者Cmd G来把它组成一个图层组 好 为什么要做成图层组呢 因为在组的上面依然可以加门板 这就相当于你帮它加了第二条门板 加了第二条门板 那么在这条门板之上 我们用的方式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用黑色 用黑色 然后把画笔画得小一些 为什么要小一些呢 因为我们可以模拟这个 当然我们可以刚开始稍微粗一些 你瞧 你明白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应该你们都应该很清楚 那相当于在这个图层门板上 遮住了这一盆的腿 相当于在整个组上面 如果你不考虑 如果你不考虑这个层的话 你就觉得OK 这是一个组在这个层上 遮到它下面 它自然就往回靠 但是这些画笔有意思的是 这些草的形状往往都是一些画笔的状态 所以你就可以把压力感应打开 把压力感应打开 通过一些简单的这些的描 让这些有这种画笔的这种形状 去穿插到它的皮肤或者是小腿度上 这样的话就会感觉 它有一点向后靠 而不至于说是那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合适不合适 然后把图层的位置还可以再调一下 是站在什么位置合适 站在这里可能会好一些 然后这里会好一些 好 但是这个肯定是不准的 或者也是不是那么很好看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做的更细一点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人稍微有一点点大 我们可能还需要把它比例上再往小 缩一点 可能看起来会正常一些 然后位置我觉得也可以向这边偏一点 好 像这样 但是我还是觉得咱们现在这个皮肤虽然上去了 但是这个人虽然上去了 但是跟这个草的这种协调关系不是很融洽 为什么你简单通过这么几笔画上去 依然会觉得有穿帮的这种感觉 依然会穿帮的感觉 所以我们肯定是需要再做更深入一步的这种操作 包括像这一地方 我依然都可以看到到它的脚 那是不对的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些草提出来 再多提一些放在它的身上 让它感觉像是更自然一些 这个我们先把这步做好 再往下去做会效果好一些 好我们把这个层关了 琢磨一下这些草 琢磨一下这些草 这些草是黑色的 如果我们用前面所需的这个知识 比方说什么知识 就是这个通过通道来选取这些草 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在里面 那我们可以不只是通道 还是用很多方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次用个简单一点的 直接用色彩范围 加选一下这些草的颜色 然后把容差池放大一点 OK我只要这些草 然后 只要所有是白色区的地方 都是被选中的地方 我要这些草的形状就可以了 好确定 确定之后我们怎么去处理它呢 确定之后我们来通过它来创建一个层 创建一个层 Ctrl 键加 G 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很有意思的看到一些东西 看到一些素材 这些素材就是只是这些草皮 OK 只是这些草皮 那这些草皮我们就来做什么 就可以完全用来去遮挡这个人的这个上的 上面这个效果 当然不要掉到图层的陷阱里面去 一定要把它放到单独的一个层上面去 那么为这个层去施加门板的时候 一样把它遮起来 把这个图层露出来以后 把这个遮起来 但是这个遮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露出我们需要的地方就可以 而不是说我们其他地方在这边 所以怎么办 增加门板的时候 不要直接添加门板 而是通过ALT添加门板 这样的话就把它全部的给遮起来了 它是纯黑色的 纯黑色的异合自然 就是我们这样的话 可以通过绘画的白色画笔 画出我们想要的这些区域的板 也在里面 比如说我只想要这个地方 有一些树枝 或者有一些什么出来 那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当然我们也需要通过来图层来挪 我们到底需要哪个地方的这个图层会好一些 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加上或者是等那些方式 然后这也可以再补一些 甚至在它的这个衣服上面 也可以有一些东西去过渡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把树叶给摘出来了 摘出来之后 只是做了一小部分这样的东西 通过这种叠加方式 让它产生一些这种前景和后景的融合 这样看起来就似乎就会逼真一些 就逼真一些 好 就暂时放在这个位置会好一些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认为前景跟背景 有一定的融合程度了 适当调整一下是不是其他地方的会好一些 我们也可以多去做这样的尝试 看看哪个地方的会更舒服一些 差不多先这样 好 如果其他地方有重复 你会看到容易被人引起来 觉得你这是有穿帮的这种嫌疑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种反色的东西来把它消失一下 这样的话不需要就把它不出现就可以了 好 好 回到我们的匹配颜色的这种话题上来看一下 怎么样让它的这个颜色跟画面更匹配 跟刚才的方法一样 我们先建一个红颜色的红外层 把这名字直接改一下名字 叫做Red 然后呢 我们用刚才的这种红颜色直接填充进去 最重要的是把它变成热感层 所以把它的明度放成这样的效果在里边 好我们跟之前一样一样看到的这个模特 跟整个环境色的颜色完全不一致 我们可以看到到这边是偏绿偏紫 那它的肤色就会跟它很多的不协调 如果环境光像它映射的情况下 它的白裙子至少应该像这边去做一些靠路 好有了这个参数之后 我们就来对这个层去做参数设定 记得一定要注意到 这时候一定要回到这个图层上面 因为我们只有对模特本身这一个层 去做这个色彩平衡 才会有这种好的效果 是因为拿它去平衡环境 色彩平衡 那别忘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组的环境之下一样也可以做图层剪贴 最重要的是这种剪贴不做的话 就会对下面的层进行有干扰 所以一定要做图层剪贴 只对模特层发生效果 好来验证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往左一点好 还是往右一点好 大家判断一下数据 肯定是要往左一点好 因为整个画面有点偏轻 这样去控制它 然后这边是偏绿一点 还是偏洋红 肯定是偏绿一点会好一些 像这边靠一点 偏黄还是偏蓝 肯定是偏黄一点会好一些 那就像这边去靠路 阴影部分也同样如此 往哪边靠 我们看 像这边靠有点差别 像这边靠 主要是找这部分去的原色 阴影部分的颜色在里面 所以我们稍微靠紫一点点 没什么错 然后再往这边靠一点 别太过 但是要协调 黄颜色稍微多一点点 往这边靠一点 再来看高光部分 图层的道理 像这边靠路 像这边靠路 补一点点黄色在里面 好 这样的话 基本上在麦田这种出额 这种环境之下 这种基本上算是有点协调了 来验证一下 我们把观察层关掉 哇 这就是这部分东西在里面 然后如果不具条 画面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加了这个色调之后 很明显 它就做了这样 但是会看见 也有一些其他问题 比方说这个就会由于这个跟环境观的影响太重 所以皮肤的颜色就不再是之前的比较准确的皮肤颜色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还可以继续进入下一步的深入调节 那么给大家的建议是 有的时候你单重去做色彩平衡 如果你要想调更细微一点的效果情况下 还可以做一个效果 我们一般也很常见 叫做可选颜色 那么它和色彩平衡的特征 就是色彩平衡的动作幅度会大一些 而可选颜色会针对性颜色 而去做一些微微的这种调节 会比较常见一些 那么可选颜色同样的道理 按照L的键把它编组 编组之后 如果我们想在这里边把它打开 打开红色两半层来看 一样的道理跑到这个可选颜色层里边 对青色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你会看到这个数据变很大之后 也不会太大迷范 但是肯定是有变化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颜色里面去找这种变化 青色的部分剪一点 或洋红色的地方加一些 黑色的地方我们尽量不动 因为它是中指的这种数据 所以尽量不去喷它 如果我们这样的话 还可以考虑黄颜色的地方 黄色的地方我们也想让 可以像这边靠一些 对 这样的话就看起来更像和底部种准确一点 那绿颜色的地方也是一样 那这样的参数 它和色彩平衡道理很类似 但它更重要的是变化很微妙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关照这个层 你看比刚才就好很多 那么肤色的颜色就被追回了一点点 不再像感觉我们来看一下差别 这是没有作色的平衡 Shift的这种加和减 同时的这种加和减 去多看一下这些其他图层的这种红和 那么多看一下图层红和情况下 我们也看到只要你看到任何地方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那都是实际上你可以去调节的地方 比如说变暗 我们看看有没有 这还正常 颜色加深 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 为什么会有奇怪 你会觉得颜色加深之后 这个地方就会明度会变得非常之亮 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协调有关 那么既然照上一层之后有变化 就证明这种高光的地方实际上是过了 颜色加深很明显 我们再看还有其他有点奇怪的地方 那么再看还有哪些图层会奇怪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奇怪 还好 这个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叠加上了 就是觉得有些地方的饱和度可能会过高 所以也可以往回去追一下 还有什么 甚至是包括平常不采样的一些叉值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分别出 那实际上如果你要从叉值上来看 这里的颜色实际上和这里的颜色还是有差别 所以这个图层混合匹配法 目的就是你通过不停的去找这些奇怪的这种混合方式 只要你觉得有点奇怪 你就可以跳出来对它单独去考虑 现在我们看了一圈最奇怪的就属于颜色加深了 很明显颜色加深这里特别奇怪 因为这里的高光部分明显是超过的颜色加深中 这种热效应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好 那我们一般做颜色加深 这里既然是亮度的地方过高 那我们可以选择再加一个层 加什么层 我们这次可以选择试一下 类似于色接这样的方式 去控制一下 色接我们按照L的键 把它降回到这个层里面去 那如果我想降低这地方的亮度值 实际上我只是需要调整一下输出端的亮度值 让它这个往回走一点 你看我轻轻一动 亮度就没了 那只是我降低了它输出端这种高亮的部分 我一旦降低输出端高亮这个部分 它没有这些呲的地方就回来和谐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一样的东西 那刚才这里亮度偏高 现在我们降低它的亮度 所以它跟整个画面的灰色的这种中性的这种成分 又接近了一步 又接近了一步 所以你看 图层红合法 红合匹配法 就是在用不停的去测试 测试之后通过各种这样的种监测 通过我们对颜色属性的这种理解 然后最终达到跟画面协调完整一致的这种感受 在里面 否则的话 就不会容易看到最终的效果 那如果我们现在翻回头 去看之前的这种感觉 你会觉得确实差别很大 这是我们最开始扔进来这个图层 你就会觉得跟画面 真人是真人 图画是图画 完全是截然的 但是我们加了色彩平衡 觉得有点绿 但是已经有点进入画面了 在这个时候再加 它就慢慢的跟像是同一部分出现的 然后再往上加一步 OK 那就已经跟色调完整 并且一致了 我们也通过这个案例的细节 看到了细节的这个作用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整个过程中 不是用了一个 而是用了三层 那么越多的细节 实际上对于这些帮助 都是非常的有用 所以我也反复强调大家 不要在乎说是 不要老想象 一步就可以解决 要尽可能用更多的步骤 有更细的方式去处理它 一步一步达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么到这一步的情况下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如果你依然觉得这个画面 真人跟画面这种结合方式 看起来有点奇怪的话 那你不妨随便做一个什么滤镜 看看能不能够模拟出 这个繁高画画的这种效果 比方是用干画笔 可以说那一个可能 干画笔可能不够 可能说不定再加一个 类似于玻璃这样的纹理 然后谁在前谁在后呢 那这样的话可能模拟出 这个繁高这种画笔的 这种笔触的效果 或者是对 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只是类似啊 举个例子就是说 如果你想做的话 那可以真的把它变成 一个绘画作品 而不是一个摄影作品的合成特点 那都是由你自己去想象啊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这种调色案例